LineGamber 聽到熟悉的旋律,充滿魅力的歌神 看到這麼多經典的傳記,是不是勾及你我的會議呢? 沒有錯,我們的歌神讓學友這次要帶領著各位走進他的經典裡 這次的經典的主要是從概念上去落筆 落筆 就是說 經典 它 就是 經典 代表了我心目中的一些經典的表演方式 包括我心目中的一個經典的演唱會的模式 所以你們看到四面舞台 其實是我們香港 在紅開那時候 我剛出道的時候 就是一個非常的經典的一個畫面 它已經在我的腦子裡面營業了幾十年了 現在每當你想起經典演唱會 我就會想到四面舞台 這個是為什麼我會 雖然會累一點 可是我很想堅持做到四面台舞 所以希望這個演唱會可以帶給大家一種 跟之前有不一樣的感覺 也希望我的經典會擊中你的經典 而大家都說 歌神的演唱會夢票超級難買 到底有多難買呢 那Mark我帶你搜尋一下就知道 沒錯 張學柔的夢票真的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難買的 難買的程度可是連新葉周星馳都認證的 當然周星馳他要看的話 我當然是第一時間就拿票給他看 跟電影裡面的小段一樣 那個片段就大家當一個笑話看一下就算了 然後也希望大家不要被那個片段給嚇壞了 一定是沒有票這樣子 我們很多票趕快來買 哈哈 記者會場也公布了超強大的經典陣容團隊 傳譯以及美術中間 習中文 堅持 劉鴻健 音樂中間 吳慶龍 舞蹈中間 拿破裂 朱茂 印象導演 陳宜仁 服裝神器趁劃過 以及工程中間 力不害 WOW 這麼多接電的傳龍 真的是祭出馬克星中的 I for fun 大眾化區中菜即自信長張宋會 與眾多嘉賓也獻上賀禮給學友 並聯手揭曉24萬數值的病調 象徵香港站的20場驗場會 將會有24萬的觀眾 可以欣賞到張學友的驗場會 並預祝他的今天驗場會 能順順利利長長飽滿驗出大勝功 記者會中 台灣也同步遇到了好消息 將於明年2月11、12、18、19日 連續兩個週末在台北小巨蛋開場 今年10月1日 中午12點與拖遠手錶起頭開拍 歌聲即將回到小巨蛋表演 不知道心情如何呢 我當然是很期待可以在台灣表演 其實我過去好幾次在台灣 我們又是重新再做一個舞台 會有一點遷就這樣子 所以可能在台灣的朋友 歌是一樣的啦 可是我們自己的想法 怎麼去表現那個演唱會 並不完全可以在小巨蛋呈現出來 因為這次是希望可以把整個舞台翻過去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可以圓形的 做一次給台灣的觀眾朋友可以欣賞 那希望不會讓大家失望 也希望在這裡謝謝大家支持 我們在小巨蛋見 學友歌小巨蛋見 阿可爺期望著2016年 歌神將學友將帶著全新的 2Classic Tour 學友景點世界巡位宴場會 傳聯起全球歌迷的國群 現在與未來 共同協下全球華人音樂聲勢 永恆的景點 以上是歡迎在下方留下你心中的學友景點 我就會唱給你聽的歌神Mark報導 謝謝大家